莱州毛笔有六百多年的制作历史 清康熙年间 莱州毛笔曾作为贡品 为皇室所用 莱州毛笔具有开封间隙 书写流利 间 旗 圆 剑 似得兼备的特定品质 一百多道手工工序的打磨 制作过程漫长且枯燥 但是老一辈手工艺人们 却始终坚守着初心 手工精致 每一个步骤都力求完美 1978年 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 以毛笔馈赠日本天皇 所选用的正是莱州所产的 泰山牌毛笔 柔而不软 刚而含蓄 这是作笔的境界 也是作人的境界 在莱州 读书人不仅看重 泼墨辉豪的综艺风姿 更崇尚浩然灵灵的气节与风骨 这种精神品格的延续 四支院就是一个穿越千年的载体 希望这些关键 你做的為什麼 你还记得非常好 终均 我